欢迎继续回到Street Voice无赖精英室的现场 今天来了一个歌手 歌手通常在本节目不会独自来 因为我们本节目都要求豪华通告 今天制作人也一起来 我们先介绍于佩珍 嘿小树大哥好 各位听众好 还有制作人 完全是新生代制作天王 陈俊豪 嗨大家好小树哥好 我是俊豪 然后刚于佩珍在开始的时候 说自己是金云 怎么可能你是演戏的人 怎么可能是金云 所以我的笔记都密密麻麻的 但上台就一定把这些事情都记住了 走位啊台词啊这些 所以不可能是金云 你客气了 好余佩珍带来了 带来了她生涯首张个人专辑 可是她其实之前已经有很多很多的音乐作品了 也有很多戏剧作品 对 你是一个这么害羞的人 真的假的 她是 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今天刚好歌手跟制作人都在 因为上来制作专辑都是跟制作人跟歌手之间的心理战 哦倒是哦 是啊 对 然后 我一直以为我特别坏 没有 然后两个人 亦定亦有 然后两个人 你们两个人性格 你自己也写了 就你们如此不同 所以当时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想说完了 怎么 要怎么 要怎么和平共主下去呢 第一次见面完全 不会觉得不和啊 哈哈哈哈 你一直说后来不和 后来才发现我和 恍然大悟 什么时候发现不和的 没有 应该说 什么时候发现你们的 可能价值观或世界观 或者是对于美学的要求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从第二首歌的编曲开始 哈哈哈哈 哈哈 请问第二首歌是什么 原来 哦 哦原来 哦 那是另外一位 co-producer 韩立康 是是是 对 好所以你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准备要开这个案子的时候 是怎么样开始的 怎么开始 那时候听说就是 那个 因为 A&R是葛大为 是对 然后他就跟我说 就是有一个新人余佩正 嗯 他说想跟我合作 是 然后我觉得很荣幸 你 你干嘛这样子 对 确实确实葛大师 不 那个君豪大哥是我的梦华名单 没错 是你清典的 我 我就是 我就是 好啊 叫我开 让我就开 然后你就写了君豪哥哥 对 然后 然后所以 你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他是谁 对不对 我那时候 有听过这个人 还不知道他是谁 OK 所以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有互相探测一下 对方的底线 有啊 我第一次见他前 我就把他的之前的一些作品听过跟看过 嗯 我很喜欢君豪大哥帮柯名逊制作的第一张专举 OK 哇 OK 所以那时候他 但你真的见到他本人的时候 发现合作上其实 原来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灵脚要磨 这样 嗯 请说请说来 我就发现 就就就就就磨合的过程当中 我就发现 哦 君豪大哥真的是 也是很成全 柯名逊 哈哈哈哈 我跟你讲 有误会 因为我觉得这是 那个珍珍佩珍 他余佩珍第一次做专辑 所以他不知道其实做 因为他听到别人作品都是已经呈现出样子 其实他不知道跟美 其实我跟每个歌手做专辑 都是这个状况 就是中间的argue或战争 嗯 也好 都是非常非常多 包含柯名逊那一张也是 嗯 吵很多 我跟他吵 对 我是跟别的歌手也都是一定这样 我觉得 可是我觉得这是很健康的过程 是是是 对 因为 因为没有谁要完全听命于谁 嗯 真的 因为这是一个共同创作的过程嘛 对 可能公司 有 我 因为我是新人嘛 然后我不了解 就是唱片圈的 就是一些 呃 行规 对 就是 就有听 就是很把公司的话放 虽然公司不给我压力 但是我就会以为礼貌很重要 尊重很重要 然后他们也跟我说 以前就是是没有在巧混音的 然后 关于这件事情我就 的感觉 我想说可恶我想要巧啊 不是 就是 就是我 我没有办法理解 就是 呃 怎么会没有办法沟通混音呢 就是 就是 音色他 他几乎决定了情感或者是画面啊 如果这么关键 这么关键的时刻 竟然没有办法沟通的话 所以我就会在每一部 都非常的战战兢兢 哦 对 所以 其实用 如果用一般最粗显的行话来说 就是哇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搞的新人 嗯 以传统以传统来讲 可是因为我也不是传统的制作 是 所以你们 你们合作的第一首歌是 开始录的第一首歌是哪一首 第一首歌 《婚你》 最顺利的一首歌 我觉得其实君豪制作 特别是这几年 因为他完全是 我讲他新生代的天王 真的不是夸张 我那天还跟他说 在进去 进去讲日文名单之前 我就跟他说 你的时代来了 没有 所以 《婚你》 当时的demo 一定不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样子吧 其实已经差不多 大方向 大方向 他自己弹的东西 因为我保留他原 这首 他原本的精神 是 就是那些 那些 风格相对来说 比较冲突的元素 是本来在你的demo里头 就已经被放进去了 没有没有 可是那是我 写歌的时候就 想要的东西 嗯 他笔记都写进去 就包含后面的大龙炮啊 甚至是索娜 所以他给你的demo 然后上面附带了笔记 说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 开会的时候 就分享啦 哈哈哈哈 哦 嗯 没有没有什么好退缩 今天没有 因为就 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好 好 对 就是要那个口气 没错 就是要那个口气 因为我觉得他制作的时候 他特别是这几年 嗯 他都会把歌手 放在一个非常风格化的位置上 我觉得他很厉害 嗯 就是他选择的音色 或选择的风格 都非常强烈 那这种强烈是 歌手要顶得住 才能 才不会被这些风格吃掉 发现你真的还都顶得住 可能 嗯 那我说直接一点 可能那些风格强烈都是 都是沟通出来的 嗯 所以不完全是 君豪大哥家住 在我身上 嗯 就是 就是 有些时候也是 嗯 我觉得歌曲的命题 就是需要到那边去 嗯 然后我们一起 对 磨出那个光景 比方说我第一次听到《婚礼》 我就私讯他 我就说哇 那个吉他 那个吉他是怎么回事 那是 君豪大哥他们的 其实我觉得我跟歌手合作 我自己制作歌手唱片是这样 当歌手本身很有想法 或已经很有特色 我基本上我不用加过太多个人的色彩 所以我就从他身上挖 对 例如说树哥觉得那个吉他的草根性 跟那个 那其实跟他demo很接近 对 所以当时蔡又良 编曲人蔡又良 他也是把他的demo 完全的木吉他照弹 只是把味道弹得更出来 就把那个草根的感觉 是 我一听到的时候 我就哇 我好少在国语歌里 有听到这一路的吉他 跟这样的音色 对 然后你的专辑里头 其实吉他部分 有很多首很精彩 还有那一首 那个是大尾编的那一首 对 然后我想说 哇 要死了 你们到底在录音室干什么 好 那阿波罗那首歌 写的时候在想什么 在想死亡这件事情 想死亡如何被说的温柔跟轻盈 对 所以平常在写歌的状况 都会有一些命题 然后跟着这些命题 还是说这些感想 就是你会累积出来吗 然后慢慢整理成歌 不一定 但是阿波罗11号 是我帮我就是主演的 那个电影写的片尾去 所以那个主题 一刚开始就蛮明确的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题目 在那里了 我自己 自己定的啦 自己定的题目 对 而且里面有一句 很漂亮的歌词 就是哇 他常常有一些漂亮的异象 跟漂亮的歌词在里面 就是乍看 也许大家没办法直觉的 就把歌词给读懂 可是就会被一些东西给击中 比方说好大爆炸 让人类游泳 第一声哭响 我想哇 你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个句子的时候 在想什么 制作人 我那时候 其实我一开始不知道 这在写死亡 我觉得他是在写生命 但是跟生命有关 其实一起两面啊 对 其实就是硬币翻一面就是了 对 然后我觉得 其实我 那个这首歌非常能够代表 余佩真 因为 我觉得余佩真 跟我有个人格特质很像 我是双子座 他是天蝎座 可是 他是外表很柔弱柔美这样 可是其他的底子也非常刚强 是 充满刺 然后跟我一样 我双子座也非常充满刺 我又充满刺哦 对 真的 那我觉得这首歌就很能代表 因为这首歌就是他很温 听起来很温暖 可是他有一些死亡 然后他的编曲其实是 好像是传统的民谣摇滚 那是里面刚才的树哥提到 那个大伟的吉他 对 我就在YouTube留言下面看到 有人说 怎么 这首歌很好听 因为里面怎么有一些噪音很恼人 没有啊 对 那就是大伟吉他的特色 就是他有法子 可是我觉得刚好就是 这首歌就是因为那个东西 那个宇宙观就是要这样展开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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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啊 所以写那写那 留下那个 留下那个眼的人 回去再重听八遍 哈哈哈哈 感受一下那个宇宙观好不好 生命有很多的不美好 所以什么样 什么 但什么时候的 什么时候你会感觉 他那个刺要刺出来了 蛮长的 但是我喜欢他那个刺 因为我觉得一个创作者就是要那个刺 你的作品才有那个生命力 你那个刺要冒出来的时候 你自己会意识到吗 我有 因为我进入就是创作状态 我有时候真的会太专注 我就是讲话 就是真的会口无哲拦 哇哦 对 怎么样口无哲拦 例如说 嗯 但但是 但是那可能就是大家听起来是情绪化 可是那可能我已经想了一个礼拜 我觉得真的就是这样子的编剧 我过不了 所以我就会在沟通最后一封信的时候说 是吗 我不会再听这首歌了 对 对 他说过这句话 可是哪一首歌我忘记了 嗯 很像是答答答 哦对对对 因为对我而言太痛了 每听一次痛一次 对 所以 可是 可是他们听到都会觉得 就是会觉得天哪 天哪 于佩者 你怎么敢说 这样子 可是 对啊 可是对我而言 那已经是我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再表达 我已经 对我只能把我的心就是挖出来 那里面就是这一句话 对啊 说到这句话来 就开始都会稍微顿一下 嗯嗯 我很抱歉 没有没有 我觉得这个这个沟通蛮 蛮直接的强烈的 你会完全感觉到这个人的性格 我还蛮喜欢的 哈哈哈哈 因为其实我个人很喜欢人家直接 我也是个怪咖吧 其实他也是一个被虐狂的 非得把刺丢到他身上不可 对啊 因为我 这样我更能知道说 歌手或他自己的创作的 方向或理念 或他的精神是什么东西 对 而且他的写歌很不套路 没有逻辑 就是我每次听我 这歌 哦这个歌走去那里了 对 对真的 我那时候听到很多demo 都像大大大 刚才提到大大 他这首歌 demo只有 钢琴按一个音 从头到尾就一个 登登登 整首歌就一直这样 其实蛮多剧场式的歌都这样干 对 我觉得 我觉得剧场人很很坏 哈哈哈 我 其实我真的是 开始录唱片我才知道 哦 因为有一次君豪大哥就跟我说 就是我和 行李看都觉得你很厉害 你都找到你的歌的副歌在哪里 哈哈哈 可是 可是我是第一 因为他们这样讲 我才知道天哪 我的歌原来没有副歌 就是对 对对对对 对作 主流音乐的 是是是是 的制作人 或是对思考是 对我才 我才意识到天哪 我我可见我造成他们多大的困扰 对 没有因为 因为剧场很多的状态 很多的音乐 或者是如果真的是歌 大概都在一个情绪里头完成 所以他没有 他不需要转正 因为转正是另外一段了 对对对 就是另外一首歌的任务了 但一个流行歌 在启程转合 在一首歌之内完成 所以 听到你的歌 就会有一种撇除编曲 哇 那选你走去哪 哦在这里 对对 没错 对 然后就会有一种 哇 你们跟制作人应该花了非常多 多力气 在取代一个 你觉得歌这样是对的 然后他们也找到一个 把 比较明显的起伏转合 呈现给听众 这样 嗯 对对 所以我就说 制作人跟歌手 永远都是心里战 对 怎么样让你的刺 刺出来 但是你现在觉得 自在坦然 他们也完成他们的任务 同时雙方都开心 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 我觉得 学到很多真的 对 但是他其实在你身上 因为 因为你 够吃得住这些风格 所以他就完全就是 油门踩下去 都没有在收的 比方说专辑 倒数第二首歌 内裤 内阔的颜色 我听到那个歌 我听到这个编曲 想说 哇 陈俊华你疯了 这个就是抓到机会可以这样 因为我觉得很少歌手 可以撑得住这个编曲 对 是 我想说陈俊华你疯了 内裤的颜色 当时写的时候 怎么回事 其实 但是在我的想象里面 他就是需要这么样的 张狂跟诡异 甚至是 具有 画面性 或者是戏剧这样 在我的想象里面 他 他编曲就 就应该要如此 嗯 但是会有这样子 听 就是 乍听之下 很 新山色的 歌 也还好啦 那颗颜色 哎呦 女歌手可以 现在可以写那颗颜色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国语歌常常没有 国语歌的歌词 跟人 常常都呈现一个 无信誉状态 嗯 哦对 对 我们都是 国语歌很清教徒 你不觉得吗 真的 所以我也很意外 天啊 就是雅神还愿意这样 啊 终于出现了一些 跟我们人身体有关的 内裤的颜色很好 继续 总之就是 这首歌是 呃 先 啊 因为这首歌 有一些故事 好那我就直接讲 就是一刚开始 我是很收 那个 我在YouTube上面 看到一个图画的女歌手 她叫做Sam Cole 嗯 我好被她的无法给定义 给着迷 就是 就是那个光头 有一点点年纪的女人 没错 她又性感又感性 可是每次听她唱歌 我就很想哭 所以 我太想要知道 如果是余佩珍 要去踩那个边 边线 踩那个界线 到底会是怎么样 而且我要怎么踩到那里 对 我要怎么踩到那里 然后我就一直好想要试试看 可以 我就把这个想法放着 因为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命题 用这样的形式展开 我还不知道 嗯 然后2015年的前后 就是社会上发生了蛮多 很大的 就是社会事件 所以 所以撞击力很大 对 然后最重要的关键是 我觉得 不同的媒体 就是他们有诠释这些 不同社会事件的角度 或者是看法 可是我 当当我要去理解的时候 反而会被这些角度给 越来越带离 嗯 我会越来越迷惘 就是感觉离真相 越来越远 嗯 然后我就 我就觉得对了 我可以用这样子的命题 透过这样的形式展开 嗯 因为这件事情对我而言 太难以 太难以理解 嗯 对 哇 哇 你们在录音室也都是这样沟通 嗯 对 哇 所以我们得到一首很厉害的歌 但我现在觉得 因为她听完她这样的描述 我突然觉得用很厉害 很掃兴对不对 不是 突然觉得我用很厉害的歌来 称赞这个歌好像很肤浅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因为你 你是这么多转折诞生的歌 然后我好像 我好像不能只用很厉害这些系列表述 可是我超希望就是 嗯 你即便没有办法透过我所有的像 提炼出来的象征 去进入我歌曲的核心 但起码你也可以被这些音乐性给 嗯 娱乐到对我而言之后 他就完成他存在的目的 他的冲击感在音乐性上 是完全表现出来的 嗯 对我觉得就是制作人实在 很厉害 哈哈哈哈 这首歌其实有故事 来 那他版本很多 他的版本 讲一个故事 那个真真带刺的故事 哈哈哈哈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很着迷老摇滚 是 对因为然后 所以这版第一版编曲 非常老摇滚 嗯 真正听到他就说 你知道吗 我这编曲我无法 他让我觉得很像一个 皮那种 皮褲大叔 哈哈哈哈哈哈 可是他是少女啊 是是是 啊可是我 性 这个编曲的颜色色泽不对 对 然后然后其他有说服我 对 因为我自己 因为我一打了机会想说 太好了终于可以在花语流行里面丢一些路 老摇滚的东西 是女生老摇滚下去 对对对对 往那巴掌去 对对 只有去了太多 对对 所以回来这个版本我觉得很漂亮 对很厉害 嗯 我还我 对 哈哈哈哈 哦哦哦 因为原因是 虽然虽然跟我的 我觉得现在还是非常漂亮的画面 是 很有张力的呃 一个呃 一个呈现 可是可是我如果如果有机会 我还是想要再猜猜看那个如何可以让他再暴力一点点出来 对就对我而言他还少了那么一点点暴力 也许在你现场演出的时候你就可以更轻易的跨出去 可是现在已经很漂亮了 是是是 就是君豪大哥 他里面还有用那个tripod的节奏 我超喜欢 嗯 对 这歌完全就是对着明年金曲奖最佳编曲人讲来的 哈哈哈哈 好 关于专辑还有很多可以聊的 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继续回到3box 我在经营室在现场的现场是于佩珍 带来他的首张专辑 同时 制组人陈君豪先生也出现在现场了 哈哈哈哈 那我们先问你一个问题 金曲奖今天 今年感觉如何 今年啊 嗯 名单蛮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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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心也有 旧 也不是旧 有前辈 对 心就融合 心就融合 对啊 金曲三十啊 可是老实说 像这样像这样的专节 就收到的时候 开始准备要开啊 因为有不同的制作人在在里面嘛 比方说但你跟韩林康也很熟 嗯 所以其实像这样的歌是怎么分配 比方说啊 就是这首歌你做那首歌他做 其实这本来是我要做枕杖 可是 因为太忙 不是不是不是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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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做你的时候还蛮有空 那时候照顾小孩而已 哦 因为他最近的作品实在很多 你看森盛希枕杖 对啊 睡都没在睡觉 对啊 那时候那时候我为什么会找韩立康 是因为有两个原因 是 第一个原因就是要对付余佩真 哈哈 为什么 没有啦 因为他们要能接住 心理战 接住你的这些想像 接住你的这些性格 然后我觉得一般的 如果是等级不好的制作人 真的会被你撩倒 嗯 就是啊 你很难对付啊 对 所以我需要一个队友 所以我觉得歌手强 也会把制作人逼疯 那逼疯制作人就会变更强 这是好事 因为如果歌手都太乖 我们就会得到很多无聊的唱片 嗯 对 事实上我们的确也够多无聊的唱片 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找韩立康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那个余佩真他很不受控 韩立康也很不受控 所以我想看看这会有什么火花 所以因为其中那时候 那时候他原来这首歌 原来这首歌那时候拿到的时候 就像刚才树哥说 那是毫无逻辑 我听到demo的时候 我其实 有想这个歌到底在干嘛 可是我觉得是好听的 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干嘛 那我接下来就告诉他 怎么拆解这首歌 重新把它组合好 然后我自己已经有一套了 那我就找韩立康 因为韩立康也是怪人 对 他也是不受控 然后我跟他分享一下我的逻辑 跟整个大方向 跟真正的东西之后 我知道韩立康一定会给我surprise 于是他编曲回来之后 哈哈哈哈哈哈 那个真正马上说 wha the fuck 哈哈哈哈 没有啦没有啦 我没有这么直接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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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当时的词是什么 太难过了 怎么拆开 就是从 从婚礼 哦 如此享受 然后就 对啊 哈哈哈 我 嗯 就是最直接的来讲 好了 就是韩康的第一个版本 我觉得原来我用错了方式 说我爱你痛觉很重要 是 那个生而在世的愧疚感很重要 可是我听不到这个 我听不到这个痛 是 听不到这个痛对我而言 再怎么样的华丽 再怎么样 都不是你要的 都不是我要的 是 对 那怎么办呢 可是那时候公司很喜欢 他们听到说 这首歌就是要这样 可是所以 这有一个结论 就是每个人在诠释 或是在感受痛觉的 那个画面 或是音乐性上 其实是不一样的 因为韩利康的痛 真的痛公司的痛 完全不一样 所以最后是用谁的痛 最后就是大家 四方沟通 三方沟通 一直要瞧瞧瞧瞧 到最接近你的那个痛的核心 所以花了蛮多时间 例如说我们 随着编曲 请真正一起来一直练唱 然后这编曲段落怎么弄怎么弄 所以花了蛮多时间 其实这张个人专举 对你对你的生涯来说 是有点来的很突然吗 就是其实你并没有想到 你会在这么快的时间 就有机会弄一张个人专举 没错 我有想过我就是 我确实想要当一个写歌卖歌的人 但是我没有想过我要当一个歌手 哦 你的歌没有人能唱 对 你的歌没有什么人能唱 真的吗 天啊 好难过 你不要难过 这是个夸奖 对 你看 比方说陈珊妮 老实说珊妮的歌也没有什么别的人能唱 不好加油 而且她的歌就算给别人唱 你都 你完全没有讯息的状况 现在你一定也听得出来 这是珊妮写的 很容易辨认 虽然那个句子太容易辨认了 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好事 就是这么有性格的歌 应该会继续写下去 然后自己把它唱完 只是你赚不到钱 哈哈哈 你干嘛 人家才刚刚踏进这个行业 你别这样 但我觉得一飞真的个人专家有个特色 因为其实像你这一辈的创作歌手 当然因为你的你的发展路径 跟一般创作歌手不一样 所以你用台语的使用方法也很不一样 然后我就发现 你本来就家里本来就会讲台语 家里会讲台语 然后 但因为讲台语 其实我们一般人在讲台语 其实没有特别学习的 所以 因为我看到一篇是你在2018年发的 就说 你本来写那首歌 然后 曾经有一个人 帮你把它翻译成正确的教育部的 明南语的那个正确用字 然后 所以你当时写的时候 就是 把拼音弄对而已吗 还是怎么样 应该是这么说 其实我台语也没有说多好 但是 我觉得台语很美 然后 我 我就不想要让这件事情离开我 所以我就会 一有机会或者是一有灵感 我就会尝试看看 即便我现在还真的就是不厉害 但是 那个大哥他听了很喜欢 然后他就觉得 但你后来把那个歌删了 对 好 没问题继续想对不起 反正那个大哥他就是觉得 就是 你 他就是只是求好心气 他就帮我翻译成就是 真的就是标准的 就正确用字 对 可是 其实 嗯 然后我记得就是那时候歌词 就是公司 歌词要输出的时候 要校正的时候 就是 其实也有讨论到这件事情 就是 用到正确用字 可是正确用字这件事情 就其实 歌迷他们在 或者是听众他们在看歌词本的时候 其实 更难 更难读得懂你在讲什么 所以在从中 其实做了蛮多的拉扯的 就想说如果用的正确用字 一般歌迷反而可能看不懂 对 所以我就是又再改了一下 就是我一方面 我有去请教台语专家 然后二方面就是 我 我去看一下人家 就是KTV的那个 台语字幕怎么搭 然后就是 然后再问 问公司看看 那我如果这些字 用成这样子 即便不是那么标准 但大家看不看得懂 很像就是 目前这张专辑的台语 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它真的是一个 我们讲的粗俗一点 他真的是一个管很多的歌手 你管的面向超级广的 我觉得很棒 我觉得非常棒 我刚讲的那个管很多是正面夸奖 对 就你在乎这么多这些事情 通常大部分人就想说 把歌系好歌唱好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吧 没有啊 细节超多 他连一个vocal的delay都会计较 他会跟你说 这个delay 不行 这个delay要小一点 或是什么 但我觉得很好 我会用画面沟通 就是 比方说婚尼的话 他如果revert太重的话 我就会觉得 他就跟背景融在一块 所以我就会觉得 婚尼的vocal的revert 也许可以少一点 但是大鼓的那个revert 或者是大鼓的那个 那叫效果器吗 对 那个迷幻的感觉要 大鼓的感觉要出来 天 细节很多 细节很多耶 很厉害 因为我有感觉到那个画面 是 所以这个画面是从小就训 还是因为剧场训练的关系 我其实很纳闷 大家会一直用剧场演员来感觉我 或者是来理解我的创作 可能是因为我 我可能自己了解自己 总是没有别人客观了解你来的 来的多吧 所以就是 我不知道我跟其他的歌手的差别在哪里 其他人未必真的客观了 只是我们试图在 因为你的作品 所以我们从我们得从你的 过往的经验里头找到一个脉络去理解你 就是这个东西跟一般的歌手 因为真的非常不一样 所以这个东西从哪里长出来的 但这个回推未必正确 就是我们只是想 因为剧场 所以你比方说演员或导演 然后你们对于建立一个场景 比方说好 当演员站在这里的时候 你要想说你为什么会站在这里 有动机 然后我站在什么地方 其他人如果那个演员不在台上 但我必须跟他对话 我跟他有多大距离 你要建立那个场景 这是一般流行歌手可能没有的训练 所以我们会这样回推去想 你是从哪个训练走出来 所以长成这个样子 那我理解 我觉得剧场肯定是我很大的养分 然后又包括就是我大学的时候 其实主修的是剧本创作 我跟一个小说家就是童韦格老师 他是 我看了童韦格是你指导老师的时候 我也吓死了 你很羡慕我吧 非常 他好棒喔 他真的好棒 他是我生命当中的鬼人 那老师喜欢你的作品吗 我不要问 我不想要知道 因为他的高度真的 他还没有听过 他听过啊 我有寄给他 我可是我一点都不想要知道 我没有 我不想要知道 我现在也不想要知道 对 可是可是他陪伴我 我觉得从 写毕业制作的前期的练笔的阶段 然后每个礼拜看一本书 然后透过练笔 那个练笔可能是心得报告的练笔 或者是就是你一篇一篇 一个礼拜一篇一篇散文的练笔 透过那些练笔 你找到自己说话的方式 你找到就是你跟文字 你跟文字互动的方式 我觉得那些都是 对我而言是一个很扎实的过程 对 可是对于音乐的想像这件事情 我觉得 我觉得 就是有些时候 那个歌曲写出来的 那个星象世界的画面 就长 就就就长出来 但有一些时候 就也还好 所以我那个星象世界的展开 其实对我而言也很神秘 嗯 对啊 所以这个神秘 当然要跟其他制作人合作 要转译的时候 就会发生一些 彼此的语言 到底接不接得上的问题 所以制作完这一张专辑 应该功力大增吧 进步蛮多 我也进步蛮多 对于歌手帮他翻译的能 对 翻译歌手 那个心理世界的能力应该 读心术 对应该 所以我说 制作人跟歌手 永远都是在心理战 就我要听懂你的语言 把你的语言 转移成我可以处理的语言 对 然后交给其他乐手说 好我们现在要怎么做 对 对讲到这个 是是是 之前来录丁有年的时候 对 我们为了那个古的 记不记得 为了古的伪奏 只有八小节 十六小节 录了两个多小时 对很简 然后发生什么事 那时候 那时候佩正那画面 一直 古手无法传递到 那我也在catch他心中想 有 我觉得我说的很清楚 可是我不知道 那个实际怎么做 你说了什么 我就说 我就是要那个烂花 箭到我身上的感觉 那通常 通常鼓手 他可能 如果他左脑不够感性发达 对 对 如果是非常技术派的鼓手 的确会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对 对 所以我们就花了两个小时 我也在那边揣摩 后来终于 又抓到了 其实这个沟通很像 以前 以前有个玩笑话 就是说 呃制作人跟歌手说 就说 我觉得你这边唱得不好 那歌手说 那我要怎么唱呢 他就对歌手说 我觉得你要唱成 唱成一朵百合花 然后制作人 嗯 一朵百合花要怎么唱 哦 那我懂了 没没没 我觉得就是 但如果两个人 都是感性面 比较多的人 或者是语言相通的人 也许他就会听懂了 嗯 对 所以你们后来 的确也达成了共识 就是 但我觉得你可以想象出 那个伪奏 就浪花箭在我身上 那个很漂亮 嗯 我觉得 这个可以提出这种 然后想办法拆解 能够拆解成功 并且转移成功的 制作人 其实也非常厉害啊 对就是 哈哈 我觉得通常他提出来画面 如果拆解成功 转移成功 那个画面都非常好 是是是 所以这张专辑有非常非常多 精彩的画面被成功转移了 然后所以 藏在各个 不管是词曲或编曲 特别还有各种声响里头 嗯 所以这张专辑其实可以 可以反反复不听 但反复不听 我觉得好啦 这是这是唱片工业另外一个 很凡人的东西 因为专辑啊 就里头那个纸是用缝线的嘛 所以你得把它拆开 然后拆开之后 我就找不清楚歌 到底在哪一张了 然后然后就歌词会印到隔壁页 对不对 就有歌词会跨页 你知道我第一次听与佩生的专辑的时候 完全迷路 就第一 比方说那个 那个旋律的线